在我通过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成为基督徒之前 我曾经心里一直在问 这就是我所期待的一切吗 当这一生结束后 我会怎么样呢 即使在心中和自己对话了无数次 依然对于死后会发生什么的不确定性 确实曾经让我感到困扰 这种在内心的自我对话与困惑 只有一个适当的描述 就是我感觉自己被淹没了 那是真的 我感觉自己在慢慢下沉 当我几乎淹没在我思想的海洋中时 我找到了一个扶生圈 我生命的希望 那是一本圣经 而在那里 我认识了一个名叫耶稣的人 我的主 让我对耶稣感到惊讶的是 耶稣活着的一生都充满期待 希望和动力 那就是有一天回家 回到天堂 天堂的保证应该让我们的生活有所不同 就像耶稣的生命如此不同一样 好吧 你可能会对我说 你不能确定你是否会去天堂 只有到死了的那一天 你才会知道 我要告诉你 事实并非如此 圣经中的男男女女都确实知道 他们会去天堂 我们的主耶稣也知道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至三节说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 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哪里 叫你们也在哪里 天堂不只是为耶稣保留的特权 约翰知道他要去天堂 是的 他也知道 约翰一书三章二节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 将来如何 还未显明 但我们知道 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 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 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 大魏王知道他要去天堂 他在诗篇二十三篇六节写道 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直到永远 保罗知道他会去天堂 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 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 直到那日 有一些明显的迹象 一些残留的证据 一些清楚的好处 表明得救的信徒将会去天堂 我不相信上帝会让我们迷惑 无法知道自己是否会进入天堂 我们不一定非得走到审判台之前 才知道我们永恒的归宿在那里 已经有明确的指标证明 一个得救的信徒将会去天堂 天堂的保证从这世界开始 第一个证据是你已经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基督 以福所书第二章八和九节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救恩是恩赐 是白白的礼物 是通往天堂所必须的 也是通往天堂永恒幸福的属灵大道 然而只有通过相信基督已完成的工作 才能获得救恩 任何难以接受和相信 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自己的罪而死 并为人类的罪而死 并且在第三天复活的事时的人 不会去天堂 耶稣就是道路 真理和生命 你要去天堂的第一个 也是最重要的确据是 你落实了对他救赎工作的信心 并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基督 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心 不是通过律法的工作 如果我们通过律法的工作获得救赎 那意味着是我们自己赢得的前往天堂的路 有很多人认为 过着遵行道德的生活 就可以获得通往天堂的路 但那是不对的 道德和救赎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救恩是上帝的白白的恩赐 免费的礼物 只能通过信心来接受 虽然我们得救了 使我们做更多的好事 但做好事并不能使我们得救 如果你还没有把你的生命献给基督 你不能进入天国 你不能住进天堂的家 耶稣说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果 所以 第一个进入天堂的迹象 第一个确据就是 他们已经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基督 一旦他们将自己的生命献给基督 在他们生命中将发生转变 而这种转变的其中一个显现的迹象 就是你开始成为神的仆人 我们在约翰福音12章26节看到 若有人服侍我 就当跟从我 我在哪里 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 若有人服侍我 我父必尊重他 让我们注意这句话 我在哪里 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 在这里 耶稣指的是天堂 他说 我在哪里 就是耶稣在哪里 服侍他的人也要在哪里 那就是天堂 当救赎发生时 当我们接受救恩时 我们就失去了自我意志 我们不再属于自己 因为我们是用重价买来的 如果你仍然觉得 很难顺服神的旨意 很难跟随他圣灵的引导 这意味着 在你的救恩中有一个部分 是你必须去努力做到的 请记住 圣经清楚的指示我们 当恐惧战经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这就是我们必须努力完成的部分 腓利比书二章十二节 这样看来 我亲爱的弟兄 你们既是常顺服的 不但我在你们那里 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 更是顺服的 就当恐惧战经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这是一个独特的说法 当恐惧战经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意思是说 已经获得救恩的我们 必须持续地顺服 重要的是要注意 保罗没有告诉他们或我们 为了获得救恩 我们必须努力工作 这句话意味着 我们需要活出 实践以及展现在基督里 所拥有的救恩 我们凭信心接受耶稣 不仅是作为救主 而且是作为我们生命的主 这意味着 我们相信基督为我们而死 同时 我们也屈服于他的掌管 他是我们的主 主的意思是主人 这正是基督对我们的意义 问题是 许多信徒已经接受基督为救主 但他们不想接受他为生命的主 我们应该成为基督的仆人 当他成为我们的主时 我们需要致死我们肉体的自我意愿 才能活在永生中 因此 一个非常清楚的天堂确具 就是服侍和顺服耶稣基督的命令 服侍和顺服耶稣的人 上帝是他们生命的中心 上帝是他们生活中的首位 所以我今天问你 住在你生命中的居首位吗 他是你生活的中心吗 他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吗 你确定是基督在带领你的生活吗 你对他的命令有多顺服呢 你真的在努力遵守他的话吗 第三个天堂的确具 是一颗平安的心 约翰福音十四章一至三节说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 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哪里 叫你们也在哪里 当耶稣快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 他依然还在安慰他的门徒 耶稣是了不起的 耶稣是字典里定义的力量 即将要死 却依然还是那个安慰人的人 他的门徒害怕没有他 他们该怎么办呢 然而 耶稣给了他们应许 在他为他们准备好地方之后 他会带他们回到他所在的地方 而这个应许不只是给门徒 也同样给了你和我 信徒有天堂的确具 他们内心有平安 耶稣的这三节经文 应该紧贴每一位信徒的心 当你有忧虑时 你要记住 这个世界不是你的家 不要让你的心烦恼 耶稣说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 也当信我 你需要记住 约翰福音十四章 耶稣说的话 耶稣有一天会为你回来 他答应过 他说 他必再来 你的心里将不会忧虑 如果你记得有一天 你会回家 有一天 你要去见父王 有一天 有一天 你会在天堂 有一天 你将能够看到 就你的眼睛所能看到的 你将看到一群又一群的天使 天堂里将不再有哭泣 不再有诸如疾病 痛苦 失望或离婚之类的事情 甚至你现在正在经历的痛苦 也将成为遥远的记忆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的主告诉我们 你们不要忧虑 你们有天堂可以期待 你有天堂可以期待 这就是为什么 上帝给了我们 超乎一切的平安 圣经让我们见证 有关耶稣所赐下的平安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不像是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作为上帝的孩子 这种平安是你我独有的 这也是你我有一天会上天堂的另一个迹象 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看哪 神的账目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做他们的神 你有一天终究会见到上帝 那位当你在地球上时 你感觉到他的存在的上帝 保护了你的上帝 我相信当我们在天堂 并且回顾我们的生命时 一切将会结实 我们将能够看到 当我们处在困境时 是上帝将我们拯救出来 我们将能够看到许多时候 是上帝阻止我们做出错误的决定 我们将能够看到 是上帝在我们这一生 赐给了我们许多恩典 而我们以为是自己努力得来的 当我们转向上帝时 我们真正意识到 他一直与我们同在 当我们在没力气的时候 是他把我们扶起来 是他给了我们工作的能力 是他供应了我们所爱的人的需要 是他给了我们许多恩典 我们没有理由哭泣 但是这一刻 我相信我们感受到 前所未有的情绪 我们有了去天堂的确据 我们期待着 有一天回到天界 回到我们的父亲那里 当我们见到我们的天赋时 那将是多么光辉的一刻 我们将会去天堂 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至十四节 你们要进窄门 因为引到灭亡 那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 那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 找着的人也少 这是耶稣谈到去天堂 和去地狱的路 他把去地狱的门 称为灭亡 去天堂的门 称为永生 想象一下 全世界的人数 加上两千年前 从耶稣的时代 开始到今天的人数 全部加起来 去地狱的人 比去天堂的人 多很多 这难道不是可怕的事吗 最令人震惊的是 这段经文 是耶稣向信徒 而不是向非信徒说的话 他是向那些自称认识耶稣 自称和耶稣建立关系的人说话 这信息应该提醒我们 检视自己的生命 我们是否犯了什么过错 以至于我们的道路 无法引导我们走向窄门呢 我记得 有位牧师曾经说过 有上千个通往地狱的门 但通往天堂的门 却只有一个 而那个门就是耶稣基督 得救本呼恩 因着信 你不是因为十年 二十年或三十年前 做的一个决定 而进入天堂 你进入天堂的道路 是耶稣基督 你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 而获得救恩 不要相信你的决定 不要相信你自己 要信靠耶稣基督 我很爱我的太太 但对于我的救恩 我无法信靠她帮助我 我的能力优越 我事事尽力做好 但对于救恩 我却无法信靠自己 我的信心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因为祂是那道唯一的门 只有少数的人 能够通过的那道门 真言十四章十二节说 有一条路 人以为正 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 此等不信之人 被这世界的神 弄瞎了心眼 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 照着他们 基督本是神的像 我请问你 你的人生经历了什么呢 是时候你要停下来 检视自己的生命 确认你是否走在 公义的道路上 我们必须知道 人们是如何有意识的 或在潜意识中通过宽门的 这样我们才能够知道 该怎么做 第一 他们的心离弃神 马太福音十五章七至八节 假冒为善的人打 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 是不错的 他说 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 心却远离我 神要的 不只是我们用嘴巴宣告他的名 用嘴唇高声赞美他 他要我们的心 也与他紧紧相连 神看的是人心 我们的心必须与他紧紧相连 如果我们的心与神是一致的 那我们所做的一切 将是为了荣耀他 我们怎么知道 自己是走在窄门的道路上呢 让我们检视自己的生命 当没有人看到你的时候 你是如何生活的呢 当你身边没有人的时候 你会亲近罪恶吗 还是会远离罪恶呢 没有人看到你的时候 你会享受最终之乐吗 提摩太后书 三章五节说 有敬钱的外貌 却背了敬钱的实意 这等人你要躲开 一个人的头脑 可以装满了神的话语 但心里却充满地狱 他们没有 从心里反映神的形象 他们的心远离了神 这些人是走在 去宽门的道路上 他们轻而易举地 被魔鬼掌管 他们允许撒旦住在他们心里 如果你也是这样的情况 你的心远离了神 那么你要重新做正确的事 回头转向他 你必须把魔鬼 从你心中病除 你必须要抵抗黑暗之王 而专注于神 你需要神 停止担待用嘴唇尊敬他 那是不足够的 你要让你的心和你的生命 与你的话语保持一致 让你的生命成为你的见证 让神住在你心里 神的国度 是开放给所有愿意 打开心扉的人 你愿意打开心扉吗 其中一个可以捷径 你的心的方法是 让神的话语 刻在你的心里 阅读神的话语 然后把它保留在你心中 诗篇119章11节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 免得我得罪你 你应该要定睛于神 神的话语将让你与他更亲近 神的话语 就是你日常生活中需要的粮食 如果你要保护你的心 使他不至于邪恶 或使他不得罪神 那你就要确保 你的心中有神的话语 马太福音4章4节 耶稣却回答说 经上记者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2.他们不实行神的旨意 马太福音7章21-23节 凡称呼我主阿 主阿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阿 主阿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的敏感鬼 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 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作为一个去教堂的基督徒 和一个实行主的旨意的基督徒 是有区别的 实行神的旨意 意味着顺服他告诉你去做的事 实行神的旨意 就是完全顺服他的旨事 如果你顺服他的旨事 那表示你爱主 神的旨意是希望你远离罪恶 如果做一个基督徒 却又同时活在罪中 那是不足够的 你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远离罪恶 你必须停止让罪恶抓住你 并过这种倒退的生活 罪恶没有一点好处 我们的主要你远离它 神的旨意是要你悔改 历代之下七章十四节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自卑 祷告 寻求我的面 转离他们的恶行 我必从天上垂听 赦免他们的罪 医治他们的地 神的旨意是要你悔改 让他医治你 然后把你从引向灭亡的宽路 带到引向窄门的小路 你必须现在就会改 我们的神 对你的另一个旨意是爱人 如果你心中充满怨恨 那意味着你走错了方向 如果你允许魔鬼 在你心中滋生怨恨 那意味着你是走向宽路 你要去除你心中的怨恨 三 他们不寻求神 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 你们要先求他的 我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如果你把其他的东西 摆在优先而轻忽了神 那简直就是灾难性的 有的人把人看得比神重要 因为他们先寻求人 有的人相信一些物质的东西 能够为他们带来幸运 他们向那些东西祈求 而不是向天上的负祈求 这些都是偶像崇拜了 如果不悔改 所有敬拜偶像的 将会承受地狱之火的后果 记住 你不要轻忽神 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耶稣说得非常清楚 他不是说先寻求关系 他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神在任何时候 都应该是在你清单上的优先位置 那些没有寻求神的将走上灭亡之路 你怎么能离开神 而敬拜足球明星呢 你怎么能离开神 而去追求邪教的帮助呢 神是渺小的吗 神没有能力帮助你吗 为什么你要以没有能力 而需要靠魔鬼力量的人类 来取代神呢 为什么呢 这样的做法不会把你带到任何地方 除了地狱 任何时候 神必须是你的优先 我们的神对摆在第二的位置不屑一顾 第四 他们不是真正的重生 在这世上有很多人 并不是真正的重生 有的人一直在教会 却没有重生 因为许多牧师 并没有宣讲正确的救恩信息 如果你不是真正的重生 你就是走在灭亡的路上 如果你还没有接受 白白给你的救赎恩典 你就是走在灭亡的路上 亲爱的朋友 不要单单思考世上的事 思考一下此生以后的事 你希望在那里度过你的永生呢 天堂吗 还是地狱呢 你要做明智的选择 选择天堂 选择永生的生命 在末世 奇怪的事情在发生 罗马书一章十八节 原来神的愤怒 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意的人身上 就是那些行不易阻挡真理的人 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人类身上 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想法 人类应该遭受上帝的愤怒 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想法 永恒公义的上帝 对这个罪恶的世界大发雷霆 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想法 永生的上帝 总有一天会审判这个世界 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想法 上帝对于他的每一个创造物 都有审判权 因为这个宇宙 毕竟是他的宇宙 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想法 有多少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并自欺欺人地认为 他们是偶然来到这里的 但我敢肯定 在每个否认上帝真实存在的人 在他们的意识深处 他们知道 他们知道上帝存在 他们知道 有一天上帝会审判他们 所以他们压制了真理 真理就是福音信息 福音信息像你和我 揭示我们都是有罪的 让我们诚实地说 谁想听到他们有罪呢 人们不想听到自己有罪 这就是为什么 人们压制福音信息 因为福音信息将矛头指向你 你 你 你和我 福音信息告诉我们 我们都是有罪的 都没有达到 这位全能无限上帝的律法标准 他们知道 他们没有遵守他的律法 他们是有罪的 他们冒犯和违背了 永恒无限的上帝 因此他们有罪 但他们的意识里 压制了这个真理 因为如果真理被告知 谁想知道 永生的上帝 对他们感到愤怒呢 谁想知道 每个人 他们的行为和思想 总有一天 会受到审查呢 谁想知道 他们所有的罪恶 都会受到审判 并且对他们 每个人的惩罚 是永恒的呢 谁想知道 他们将在火湖中 度过永恒呢 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压制真理 福音的真理 并且由于这种 对真理的压制 人们开始改变 一个人或一个国家 越是压制真理越多 人们就越是改变 世界上的人们正在改变 因为真理被压制 福音的真理被压制 使他们的思想变得扭曲 他们的判断力 发生改变 人们开始称 坏事为好事 末后的日子 会发生什么事呢 提摩太前书第四章 一至三节说 圣灵明说 在后来的时候 必有人离弃真道 听从那引诱人的 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这是因为 说谎之人的假冒 这等人的良心 如同被热铁 烙灌了一般 他们禁止嫁娶 又禁借食物 或做幼教人结婚 就是神所造 叫拉信 而明白真道的人 感谢着灵兽的 第一节 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部分 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 圣灵明说 在后来的时候 必有人离弃真道 听从那引诱人的 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第一部分 离道叛教会发生 也就是有人离弃真道 我们正在目睹 对信仰的巨大背离 我们大体上 都生活在一个 被道的国家中 一个在祭坛上 自我崇拜的国家 一个在祭坛上 崇拜巴黎的国家 亚瑟拉和摩洛的灵 第二部分 欺骗将发生 你和我生活的世界 充满了欺骗的灵 他们试图欺骗男人和女人 引诱他们远离真理 我们被告知 在约翰一书四章三节中 狄基督者的灵 已经在这个地球上 换句话说 当今世界上有邪灵 其中之一就是敌基督的灵 他们积极地进入世界 欺骗人们 很多人认为 一旦敌基督者被揭露 并且他的印记 在世界上被强制执行 末世的终结就会启动 但这是不正确的 他的灵今天已经在这里 他的灵今天已经开始工作 他们正在为他的到来做准备 他们为他的到来 预备好这世界 约翰一书四章三节 凡灵不认耶稣 就不是出于神 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 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 现在已经在世上了 虚晃的邪灵是真实存在的 并且在人们的生活中 发挥着真实的作用 并与人类打交道 撒旦就是虚晃的邪灵 圣经已经这么告诉我们 邪灵比你和我都聪明 撒旦是一个聪明的生物 他拥有数百年与人类打交道的经验 哥林多后书四章三至四节 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 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 此等不幸之人 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 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 基督本是神的像 这个世界的神 正在积极地蒙蔽人们的思想 使他们看不到荣耀的福音 欺骗的灵是真实的 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和基督教信仰 对你来说 是完整和完全合乎逻辑的 但对其他人来说 这只不过是童话故事 因为有一个虚晃的灵 蒙蔽了他们的思想 而且这世界的神 正在积极压制真理 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 光来到世间 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不爱光倒爱黑暗 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 福音的荣耀之光 要求人们放弃他们的罪恶 然而 人们爱他们的罪 人们不想放弃他们的罪 人们喜欢黑暗和淫荡的快乐 所以他们选择黑暗 而不是光明 第三部分 有错误的教导或恶魔的教义 我相信 如果受印来的话 今天有一些教会的牧师 会鼓励他们的会众接受 今天我这么说 是因为现在有一些教会 实际上与世界保持一致 他们把世界的教义带入教会 上帝不接受任何有罪的生活方式 但是有些教会 接受每一种有罪的生活方式 社会做什么 教会就做什么 社会接受什么 教会与教会的领导层就接受什么 圣经警告我们 我们正在走向 一个社会将接受敌基督者的印记 因为整个社会都会接受野兽的印记 所以会有一些教会和教会领导层 也会接受这个印记 你已经可以在一些教会中 看到这样一种趋势 我们作为信徒需要醒来 看看敌基督者的灵 如何在今天的一些教会中活动 圣经告诉我们 在末后的日子里 人们会离弃信仰 他们会跟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恶魔的教义 圣经没有说那引诱人的邪灵会违背人的意愿 把人从信仰中夺走 而是说人们会自己听从他们 这意味着在末世 人们会听从这些引诱人的邪灵 他们会有自由的意愿跟随这些灵 有些主流教会允许他们的歌手 过着有罪的生活方式 甚至庆祝他 他们称善为恶 称恶为善 这与圣经背道而驰 有些人接受了这样的谎言 他们认为如果相信耶稣是通向上帝的唯意途径 那就表明了他们心胸狭窄 他们选择了其他途径 使他们可以自由地享受最终之乐 他们希望继续与上帝一起掌权 他们不认为他们做错了什么 因为引诱他们的邪灵 已经成功地诱惑了他们 你不能生活得像地狱一样 然后进入上帝的国度 你不能像撒旦一样过你的生活 然后期待进入上帝的国度 得救只能通过对耶稣基督的信心 得救之前和之后 都是持续地悔改 并远离罪恶的生活 如果你要知道自己 是否处在魔鬼或邪灵的教义中 有一个明确迹象 你只要分析这种信仰或教义 是否正在使你更接近或更远离圣洁 圣洁并没有过去 圣洁不仅是为了圣经 它是为了今天和我们生活的这一代人 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告诉我们 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今天人们不不止听信邪灵的欺骗 他们还跟从魔鬼的教义 今天有太多的恶魔的教义 这些教义正在收割人们进入地狱 这个世界上有灵体正在为敌基督者的到来 和他的印记的到来做准备 当他到来时 他不用等待几十年 让世界为他做好准备 世界已经再向他迈进 如果你被这信息所祝福 请在下方评论区输入阿门 我奉耶稣的名 宣告这祷告的一切祝福临到你身上 如果你从这信息领受到祝福 你可以考虑以赞助的方式表达谢意 或支持这事工 你是蒙福的 为要成为他人蒙福的 你也可以通过将视频分享给你认为需要的人 帮助我们接触更多人 传播福音 请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获取更多能祝福 并振奋你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